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不仅是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企业,更是价值链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 苹果需要台积电来生产晶片 辉达也需要台积电来生产晶片 AMD也是如此,它试图在资料中心市场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同时试图撼动挥达在资料中心AI晶片领域的主导地位 就连英特尔也依赖台积电来缓解其在代工领域面临的挑战 同时在新任执行长陈立武Litbullet in 10的领导下实施扭亏为营战略 有人质疑英特尔能否在台积电找到制造合作伙伴 帮助其扭转代工领域的困境 然而台积电在2025年4月的第一季度财报会议上也明确表示 媒体的猜测或许有些过头了 市场对台积电在4月触底后的未来走势更加有信心 台积电的表现也由于其他半导体同行 凸显了市场对这家代工龙头的信心 毕竟该公司不仅实现了35%以上的营收大幅增长 而且对2025年实现20%左右的营收增长仍有信心 因此尽管收入增长正在一定程度上放缓 但考虑到其竞争对手更强劲 这在情理之中 但之前对超大规模资本支出需求 进一步疲软的担忧 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夸大其词 事后看来 那些在台积电4月低点时犹豫不决的投资者 可能会对微软 谷歌和亚马逊等云端运算公司 近期发表的强劲财报感到安心 Meta则提高了资本支出的终点 将此归因于其推动Azure强劲需求势头的能力和信心 微软在改善下游AI商业化方面取得的成就 为企业采用AI技术提供了更稳健的证据 尽管这种势头可能仍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 这种现象将为整个AI价值链带来机遇 从云超大规模企业到AI模型公司 再到应用程式开发者 因此人工智慧同行提供的清晰讯息 增强了台积电管理层 在近期业绩指引更新中发表的长期预测 尽管周期性逆风仍可能阻碍其 扭转智慧型手机和汽车领域的努力 但对高效能预算的预期 应该会继续推动该股的买盘情绪 尽管如此 对于人工智慧资本支出逆风 是否可能在2026年之后再次抬头的担忧 仍不能完全被淡化 毕竟 美国川普总统已经启动了半导体行业的关税调查 投资者必须认真对待 白宫急于征收这些关税 以迫使更多制造业转移到其国内的现实 因此 尽管台积电承认毛利率逆风 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损益产生影响 但这家代工巨头决定在其已经相当可观的650亿美元生产基地基础上 再增加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生产 这可能有助于其避免此类行业关税带来的最严重影响 预计未来几年这种领导地位不会易主 正如这家代工巨头 对2024年至2029年实现40%以上AI收入复合年增长率的信心所见 意味推动更广泛 AI应用才是核心 考虑到英特尔的仓促应对 相比于台积电在领导地位上取得的成功和可靠性 台积电的客户或许不愿与英特尔进行更高风险的生产 考虑到这一点 市场对台积电20%的长期营收增长轨迹的信心并非毫无道理 不过即使是最乐观的看涨者 也不会指望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成熟 台积电40%的AI营收复合年增长率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这家晶圆代工厂已经强调 预计从2026年起先进封装产能将不再那么紧张 这意味着产能消化的威胁可能从明年开始上升 因此由于关税政策的后果尚不明朗 市场可能也不愿将近期的复苏推得太远 因此在川普关税风暴带来的潜在挑战中 市场是否有必要保持谨慎 必须慎重考虑 由于台积电的估值预期EBITDA倍数为8.9倍 仍在其10年平均水平9倍左右徘徊 估值溢价显然尚未显现 与2024年和2025年初的高点相比 投资者继续保持警惕 并克制住没有将台积电的估值推回至当时的高点 而且关键在于市场似乎也承认 当台积电跌至4月最低点时 市场对台积电的悲观情绪似乎有些过度 所谓的V型底部也表明了近期复苏的强劲程度 台积电可以说已经收复了3月盘整期的大部分失地 尽管如此 鉴于美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制约 不太可能假设V型底部复苏 能够如此迅速地延续到2025年1月的历史高点 因此市场或许还需要考虑 如果关税影响蔓延至多个行业 并可能抵消领先云端 运算公司资本支出投资的收益 那么台积电的高额资本支出需求是否需要消化 毕竟中置为400亿美元 因此必须考虑到资本支出规模绝非一成不变 而且可以说是可自由支配的 如果席选美国经济的漩涡开始恶化 并导致2025年剩余时间内盈利预期进一步下调 微软的调整已然预示着投资者可能遭遇的打击 然而 尽管这些挑战不容忽视 台积电的估值已明显正常化 基本面依然完好 尽管随着股价接近180美元的阻力位 短期波动性可能会加剧 但投资者应将潜在的回调 视为在可能继一步复苏之前获利的机会 另外 这家全球最大晶片代工企业台积电的一位高管 5月底表示 该公司仍在评估 何时会在未来制成节点中采用 ASML尖端的高数值孔径 HiLA及紫外EUV曝光机 晶片制造商正在权衡 这些单价近4亿美元的设备所带来的速度和精度优势 何时能超过其近乎翻倍的价格 这类设备已是晶片制造厂里最昂贵的装备 当被问及台积电是否计划在即将推出的1.4nm工艺 其A14制程及其未来增强板节点中使用该设备时 其高管Kevin John表示 公司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在一场新闻发表会上称 他所谈到的A14增强板 在不使用HiLA的情况下 也能实现重大突破 因此他们的技术团队正持续探索方法 通过挖掘现有低数值孔径EUV设备的缩放效益 来延长其使用寿命 John补充道 只要他们能继续找到方法 显然他们就不必使用它 竞争对手英特尔 以计划在其名为14A的未来制造工艺中 采用HiLA EUV设备 试图重振其晶片代工业务 并更好的与台积电竞争 不过英特尔也表示 客户仍可选择使用更成熟的旧技术 在ASML上一次财报发表期间 执行长Christophe Foucault曾表示 预计客户将在2026至2027年期间 对HiLA设备进行大批量生产测试 之后才会在最先进制程节点中 评估该工具的应用 截至目前 ASML已向全球三个客户 包括英特尔 台积电和三星 交付了五台这款重达180吨的双层结构设备 但即便如此 去年Jong已经强烈透露其讯息 台积电不会在A16制程中使用HiLA设备 并直言不喜欢其标价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慷慨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